頭險因為他傳染力非常高 所以常常會造成家族內的傳染 其實很多媽媽或阿嬤們 本身就有感染數十年 小孩他們有症狀後就醫才發現 其實是媽媽或阿嬤們 他們感染非常多年 然後傳染給小朋友們 頭險跟其他皮膚的顯示一樣 都是透過黴菌傳染 比較常是透過被感染的一些器具 像在理髮廳的部分被感染 那還有有可能會透過 像寵物貓狗兔 他們如果也有患有顯 也是會透過這個途徑被他們傳染 頭皮顯大致上分兩類型 非發炎型跟發炎型 那非發炎型會很常看到一些 淋血型的斑塊在頭皮上 頭髮也會看起來比較灰 比較沒有光澤 甚至有一些掉髮的現象 常常也會合併頭皮癢 跟有一點頭皮血 在臨床上其實會比較容易 跟脂肉性皮膚炎混淆 那發炎型的頭險 它是因為我們頭皮被黴菌感染 所以產生一個非常強大的發炎反應 在初期可能會有一些濃拋 像毛囊炎 甚至比較嚴重的時候 就會有比較大紅腫的疼痛的一些化膿的腫塊 所以在臨床上會比較像我們 細菌感染的釘子 那常常也會合併一些頭部的淋巴結腫大跟牙痛 這是一個76歲的女性 它主述就是頭皮有掉髮跟搔癢大概三個月 那它的頭皮其實都有一些輕微的紅 拖屑 甚至還有黑點 那就是掉髮 這個就是一個非發炎型的頭險 接下來這案例只有輕微的掉髮 沒有任何發炎反應 那仔細看它有一些頭皮有一些小黑點 那就是斷髮部分 其實很容易會被忽略或誤診 這是一個五歲的小女孩 她的頭皮上有一個非常紅腫疼痛的腫塊 大概一周 這就是發炎性的頭險 接下來這案例是一個比較輕微的發炎性頭險 但是常常會被當化膿性的細菌感染治療 透過顯微鏡下KOH的染色 我們可以看到患者的毛髮 塞滿了黴菌的菌絲跟包子 菌絲是一條一條的 那黴菌的包子是一顆一顆一顆的 兒童跟有羊寵物的人 再來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免疫力低下 因為黴菌它的傳染力非常高 所以兒童一般常常會在學校或者是家庭相互傳染 那在羊寵物的部分 當然就是如果寵物它本身皮膚或者是毛髮有一些皮膚病 就會透過這個管道來傳染 在老年人特別是停經後的婦女 因為她頭皮的皮質腺分泌減低 殺菌的能力也減少 那再來婦女她可能會比較常去理髮廳 做一些美髮或洗髮 所以會透過一些傳染的一些器具 而受到感染 當你在家裡發現頭髮有一些症狀 包括有頭皮血增多 發紅 有疼痛的一些毛囊發炎 掉髮 其實這時候就應該要去尋找皮膚科醫師就醫 醫師會收集你的毛髮或者頭皮的皮屑 在顯微鏡下經過一個特殊染色叫KOH 來看是不是頭皮或者是頭髮 有被黴菌的菌絲或包子感染 那這是一個非常快速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的燈叫Woods Light 因為有些黴菌它在這個特殊的燈下 它會產生螢光 所以也可以藉由這個來達到一個快速的診斷 皮膚科醫師有一個特殊的工具叫皮膚鏡 它也可以看頭顯其實在皮膚鏡下也有一些很特殊的毛髮的一些表現 那在比較診斷困難的case 有時候我們會藉由頭髮的黴菌培養 或者是必要的時候要做一些頭皮的皮膚切片來做檢查 當頭皮顯確定診斷後 一般來說外用的抗黴菌藥物是沒有效的 需要搭配大概四到八週的口服抗黴菌藥物 家人或寵物也要一起檢查 看他們是不是頭髮或者頭皮也有一些症狀 那如果有他們也要一起治療 那在日常生活上 會建議用抗黴菌的洗髮精 一個禮拜洗三次 一直到症狀解除 頭顯因為它傳染力非常高 所以常常會造成家族內的傳染 那依照以前的經驗 其實很多媽媽或阿嬤們 本身就有感染數十年 那只是因為他們的一些症狀比較輕微 或者是他們反覆就醫 都沒有得到一個完整的治療 或者是確診 所以後來變成數十年後 他們傳染到給自己的小孩或孫子 那小孩他們有症狀後 就醫才發現其實是媽媽或阿嬤們 他們感染非常多年 然後傳染給小朋友們 頭皮癬它的傳染力非常高 所以是經由患有頭顯的患者 他的一些物品接觸到的傳染 所以應該要避免 共用梳子、美髮用品 還有浴帽、安全帽、枕頭套等等 另外就是說如果寵物有被感染 寵物像貓、狗、兔 他們一定要一併接受治療 頭顯它如果發炎反應非常嚴重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永久性的疤痕性的禿頭 那禿頭的原因很多種 頭顯是其中一個 但是如果經過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它有非常良好的治療效果 發炎性頭顯和細菌引起的毛狼發炎 及非發炎性頭顯跟不明原因的指露性皮膚炎 很多時候是很難區分的 頭顯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或誤診的部分 需要經過皮膚科醫師 仔細的觀察和正確的診斷 來達到一個後續有效的治療 患有頭顯的病人 在治療過程第一最重要是要按照 醫師開的口服抗黴菌藥物 按照時間服用跟規則回診 第二就是跟家人盡量減少共用物品 第三在這段時間就是不要去理髮廳 這樣子才能完成一個完整的治療效果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